你好小方 你好 欢迎你到河内来玩 谢谢 今天休息啊 今天休息了 还是请假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 就是请假了 今天是礼拜六嘛 在越南一般是一周 只休息一天嘛 对 像我们以前一样的 所以今天礼拜六啊 那没有空 我要问 是不是请假了 对 那是今天请假了 今天请假了 你请假几天 一天 一天啊 对 那你从哪过来呢 我从北江 北江 北江 北江好多工厂 是不是 对 那你在那边做 做什么工作 我做助理 做助理 对 那你在那里工作几个月了 五个月吧 五个月 那你感觉怎么样 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吗 没有什么信念 就是没感觉 就是没感觉 是吗 对 OK 那你们那边上班的话 时间长吗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对 如果加班的话 就是 九个小时 哦 加一个小时班 一个两个 一个两个小时 对 那还可以不错 哦 那你们公司包吃包住吗 嗯 有 有包吃住啊 嗯 那如果包吃住的话 他有没有在另外的收费呢 这个我还没见过 嗯 不知道 小方 就说如果你在公司 呃 包吃包住吗 嗯 就你一个月 多少薪水 哦 一个月嘛 一个月 如果是加班的话 就是 呃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万 如果是没有加班 就是 呃 一千一百 一千一百万 那你的基本工资是多少 基本工资吗 是一千 一千万 哦 那还可以 那就说如果说 公司给你提供吃住 然后你一个月 还是拿一千万 对吧 嗯 就加班 那就是不收费 嗯 就免费提供吃素哦 那很不错 那你工作的工厂 是做什么的 电子服装 还是鞋子 是电子的 电子的啊 对 哦 那不错 我听说北江好多电子厂 嗯 对 很多 那你们工厂人多吗 当然很多了 大约有几千工人 嗯 二十二千 二十二千 两万两千哦 哇那很多哦 两万两千 是 那你在那工作五个月了是吗 嗯 对 哦 北江有有什么好玩的吗 没有河内玩 没有河内好玩 对 那你想不想来河内 当然想了 嗯 对不是我现在在这里吗 哦 那 你要想来河内 你首先要找份工作了 嗯 就是 对 那你 就是自己呢 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嗯 比如说 你喜欢做翻译的工作 或者说 比如说 他喜欢做教师的工作 那他就执照教师的工作 嗯 哎有的人喜欢做自由职业 有的人喜欢做销售 对吗 我反正我只要完成销售任务 嗯 嗯 你喜欢做哪一种呢 关于 关于什么 和中文有关的 对 和中文有关就行了 嗯 那我在河内有很多 呃中国的朋友 也有很多台湾的朋友 嗯 他们在这里有开办公室 嗯 那很多人都有一间办公室 那也有饭店 奶茶馆 嗯 你比较倾向于 嗯 是在办公室里面做工呢 还是在饭店 或者奶茶店呢 嗯 办公室吧 办公室 对 嗯 可以办公室的 那你有什么要求 你可以讲一下 我可以讲给我的朋友 我介绍给你去 应该是 很受欢迎的 那我其中有一个 台湾朋友呢 他在这边有一个古董店 在西湖边上 位置很好 他生台 台湾人吗 台湾怎么了 没有 我有几个朋友是在台湾的 你有几个朋友在台湾 对 他们在那工作多久了 没有 他们又在越南 我知道他们在台湾多久了 不是 他是台湾人 哦 他们是台湾人在越南 在越南 不在越南 不在越南 对 他只是来越南旅行的 哦 然后我还想去越南 来台湾 找他们玩 他们说有时候就来 他们家玩什么 他会带我去 每个地方 哦 他会带你去很多地方 对 你有好几个哦 没有好几个 就有一两个吧 一两个啊 对 那台湾很小的 差不多两十天啊 一两周啊 你就可以留一圈了 虽然小了 但是很好玩 很多有名的地方 那你可以去台北故宫转转啊 那里面很多国宝的 你还可以去台中 那日月潭 嗯 还有中央山脉 玉山 那你知道台湾的特产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对 他会只是说台湾有很多零食 好旧的零食 然后想让我去过 想让你过去对吗 嗯 过去 台湾最有名的凤梨酥 凤梨酥 对 凤梨酥是那种糕点啊 嗯 就像你们这边的盘一样 然后还有呢 台湾有没有特产 茶叶 高山茶叶 茶叶 对 你平时喜欢喝咖啡还是茶呢 嗯 喝咖啡吧 喝咖啡 对 那你喝过茶吗 喝过了 喝过 嗯 有点苦 有点苦啊 越南 这个茶是 这个越南茶就是苦 我吃 我喝的也苦的 嗯 台湾的高山茶不一样的 它产量非常少 嗯 而且 别茶也是春季的 嗯 它这个是深秋季节生产的 口味很不一样的 很特别的 嗯 嗯 那 高山茶叶 凤梨酥 还有什么 啊 还有 太多了 太多了 啊 基本上 中华民国 有的 嗯 全部都有了 那还有 那个叫什么 来着我们吃的那个叫什么 什么饼啊 像那个 像 葱油饼 哦 听过吗 还有啊 这个 西瓜球 哦 那黄黄的 扎 用 你知道 啊 对 就是特产了 还有扎鸡 当然最有名的是台湾的珍珠奶茶 对对 你听过吧 这个你已经听过了 而且在越南超级多的 嗯 光河内 就有四五个品类的台湾奶茶 黄茶 丁茶 然后很多台湾珍珠奶茶的 你想去看看玩玩吗 当然想啊 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呢 不知道怎么去台湾 对 去台湾的话吗 我还没来过嘛 然后我一个人去 有点方便 你 你不是有两个台湾朋友吗 他们在台北还是台中呢 还没问 哦 你又没问 对 没事 台湾的交坑特别方便的 对 无论他们在台湾哪里 都很方便了 嗯 基本上一个小时圈都可以去到 嗯 嗯 你跟人去没有关系啊 可以交朋友一起啊 嗯 怎么去呢 我可以告诉你啊 然后 如果你 你不是在北京吗 到河内 在纸桥公园旁边有一个 呃 台北驻越南的河内的办事处 嗯 在那儿申请就可以了 嗯 你有护照吗 有了 有了 嗯 然后你有出过国吗 没有 还没有 嗯 对 那你你第一个出国想去的就是台湾是吗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对 我还想去泰国 还想去泰国 嗯 嗯 还有呢 哦 去日本吧 日本 或者新加坡 新加坡 OK 嗯 如果你想去的话 那 从北江过来 到纸桥去 纸桥公园旁边 那 台北办事处 到那里去 申请吗 嗯 要要什么手续 要什么 带上 美元就可以了 是 但是越南人去很方便吗 哦 特别多 嗯 好 你知道在 台湾有多少越南人吗 知道 你猜 你想猜猜 嗯 多少呢 有四五十万哦 四五十万 多呀 多呀 好多呀 是很多哦 越南人是在台湾最多的外国人 嗯 真的 超级多 那我很多朋友啊 他家里边坐了一游舍 全是越南人租的房子 所以我的我的朋友啊 他没有来过越南 他听听就已经会越南化了 哦 厉害吧 也很方便啊 很多越南人在那边留学工作 也是在外边租房子嘛 嗯 而且你去的话 你们申请还比较方便 嗯 比我们方便的 我们去很难啦 而且现在还去不了 只能我们在 从第三个国家去 哦 也继续去看看美景美食 哦 风景 那么了解一下社会文化 嗯 你会发现哇 原来台湾和我们越南 这么多相似的地方 嗯 可以去看看 肯定 嗯